欢迎回到乌龙派出所系列 今天这期要介绍的人物就是各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马里爱 马里爱一名马里龙二漫画绰号 马里亚动画者是小爱 马里爱初登场于动画第39集 他一登场不仅仅成为了乌龙派出所中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长出的跨性别人 更是成为了众多对阿良有好感的人之中最有存在感的人 他不仅长得比大部分女性还美 更是全乌龙派出所中数一数二的贤惠持家 再加上他面对阿良之那无穷无尽的火力和爱意 都是为什么即便今天他身为男性 却还是有那么多男性粉丝为他亲心 毕竟那么可爱肯定是男生对吧 那别看小爱平常如此的爽壤直率 好像除了和阿良有关的事情以外 没有其他事能让他伤心的样子 实际上他在决定变成女性前 就时常因为长相而饱受眼语霸凌镜而伤心难过 那这段让他下定决心从男性变成女性前的故事动画并没有做 漫画则是在台版第17卷小爱初登场的时候就有说到 小爱在爱上颜铁岩男兵打算为他变成女性前 其实小爱的性向就如同一般男生一样是喜欢女生的 只是他的连长的时代太过秀丽 不仅被认为汉娜壮硕的身材不搭 更是被自己喜欢的女生说他长得比女性还没让人嫉妒 而且不光是连长的美 他也很会做家事 甚至还很上场古增和三味线等那些比较偏向女性在学的记忆 几乎是可以说啦 不谈拳击的话小爱比一般的女性还像女性 也就因此即便他今天是一个50战50胜有名又有钱的拳击手 却还是从未曾受到女性欢迎 为此小爱还曾一度非常憎恨生给自己这张连的父母 也就是玛丽网和金日子 我只想说金日子的基因真低强大 那在之后小爱甚至自爆自信到连比赛都不参加了 这也就是为何他会突然消失在泰拳界的主因 直到盐铁岩男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盐铁看着小爱只因为不受女人欢迎就自爆自弃的样子 先是狠狠的训斥了他 并自嘲自己可是39年来都从未曾受欢迎过 所以受不受欢迎这件事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的 盐铁甚至最后撇头表示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我说不定会向你求婚吧 然后就转身离开 且再也没有出现在小爱的面前 虽然这样看起来盐铁留下那句话就走的行为 是真的挺不负责任的 毕竟那句话改变了小爱的一生 可是对当时的小爱来说盐铁所说的那些话 才是男人中的男人的典范 并为他点燃了人生希望 他也因此爱上盐铁 并决定为了他去变成女人 那这边这段其实动画和漫画是有些区别的 漫画这边小爱是因为盐铁说的话才决心变成女生 然后经过了一连串的瘦身才有了现在的身材 胸部则是放胸垫垫的 动画版本则是说 小爱是因为暗恋盐铁许久为了和他在一起放弃了泰拳 并且做了很多次的整形手术才变成现在这样 胸部则是手术龙的 那这两个版本其实都还算合情合理 至于各位比较能接受哪个版本就因人而异了 那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 那小爱根本就不是因为喜欢阿良才想和他在一起的 根本就只是因为阿良长得像盐铁才喜欢他的 阿良对小爱来说就像盐铁的替代品而已 要不是盐铁后来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都没登场 不然要是登场说不定小爱就直接抛弃阿良了好吗 那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只能认同一半 的确小爱最一开始会看伤阿良 就是因为他长得像盐铁盐男 甚至是到了阿良差点和他结婚的时候 我敢说他那时喜欢阿良的主因都还是如此 但如果要说小爱从头自为都是因为这样才喜欢阿良 我就认为并非如此 我个人是认为虽然小爱一开始是因为长相才接近阿良 但在认识阿良后他也用了自己的角度去了解阿良 他就如同其他对阿良有意思的女角一样 都是看见了阿良那为殊不多的优点 并因此真心真意的喜欢阿良 而在这些女角中小爱不单单只是了解阿良的优点 更是唯一一个连阿良的缺点都会予以包容的人 这点也是其他女角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阿良除了死爱前的个性最大的缺点 就是爱乱花钱爱生气无责任感和邋遢的生活习惯 呃好像全身都是缺点 他平常房间的整洁程度 只比如同亚马逊森林的日幕好伤一点 他平常最快一个月洗一次澡 衣服则是除非全部长满眉眷 甚至长出香菇不然基本上最快夜是一个月只洗一次 那爱乱花钱更不用说 他不仅是个月光族更是到处舍藏欠债 至于爱生气无责任感也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这些缺点如果通通都摊在阳光底下 我相信那些只看到阿良优点的女性 肯定也会敬而远之的啦 那对阿良有过前述且知道阿良以上这些缺点的人 在乌龙派出所中只有三个耶 就是栗子小禅和小爱 第一个栗子 有些洁癖基本上完全不能接受阿良一切缺点 但他有实力跟财力足够让阿良改掉那些缺点 这点从动画第214集中栗子为了不让阿良被裁员 直接把他抓去人格改造就能知道 这可惜改过头了 至于欠债嘛 哼他可是栗子耶 第二个小禅 跟阿良一样是乡下小孩 所以完全不受阿良威胁 他甚至被称为除了例子外 第一个能够完全压制阿良的女警 他甚至能够读懂阿良的想法 连阿良会有什么行动模式都能提前预测 因为个性偏向中心 所以不像女生那样爱打扮什么的 但一样不喜欢张望 而且做事认真负责 当然他也是个完全不能接受阿良一切缺点的人 但他也是有足够的实力能强迫让阿良改变 而且就算阿良想找他吵架也吵不赢他 这点从小长出登场和动画第279集开头就能看得出来 至于欠债嘛 凭阿良的能力让超生田寿司大赚特赚后 再慢慢还清补就好了 那剩下的小爱他在阿良面前就比较温顺 乖巧基本上不会特地要求阿良要改变 什么阿良爱乱花钱导致三餐不正常 没关系小爱自掏腰包煮给他吃 阿良容易弄乱房间 没关系小爱愿意每天帮他整理 阿良不爱洗衣服让衣服臭得要死 没关系小爱愿意帮他洗 阿良不爱洗澡没关系小爱陪他去洗 啊当然这点阿良应该也不会开心到哪里去吧 小爱对阿良来说就是一个完美贤妻 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挑剂的地方 相比利子小长那种强迫式的改变端 时间内或许阿良会顺从吧 但时间拉长就不一定了 毕竟阿良天生性格就不服输嘛 反而是像小爱这种柔性的方式会更适合阿良 就如同在动画第214集中 帮助利子一起改造阿良的博士所说 阿良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如果每天都让他去习惯一件事情 久而久之这个习惯就会扎根在他的身心 小爱的方式虽然都是自己在做 但时间一场阿良习惯了 不仅他离不开小爱了 更会把他平常的习惯也一同记下 并让他在不改变原本性格的情况下 得以改进缺点 且小爱不仅仅是个血内柱 更是会帮阿良排除掉外在的威胁 一般情况下至少基本上有和小爱同居的急速 阿良几乎是没被骂过迟到就是了 紧急情况下小爱的实力也绝对足够保护阿良 要知道能够让阿良陷入紧急情况的情形 绝对都非同小可 这点甚至在动画第158集 重新创造一次人生中就有提到 如果小爱和阿良真的结婚 因为小爱的刻苦耐劳 不仅能帮阿良善后各种大小事 更会替他带来好运按动画的原话来说就是 这段姻缘就是好得不得了啊 那说完小爱有多么适合阿良 接着就来说小爱到底有多爱阿良 一般来说我们最有印象的绝对都是 小爱为了阿良保气发力 像是阿良被五个外国壮憾围殴时 他一个暴戚就秒杀四方 阿良在潜入毒品犯罪集团遭遇危险时 他一听到阿良惨家就瞬间暴戚 并以一人之力歼灭了整个集团 即便今天他仍在香港 他看见阿良正在涉嫌控制爆灼的火箭时 他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决定杀回日本 虽然小爱常常会为了帮阿良而使用蛮力 然后惹是神非 但他那种只要阿良遭遇危险 他想都不想就直接行动的行为 全乌龙派出所中也仅有他一人而已 这也就代表着他对阿良的爱与在乎 前他不只在这些需要使用蛮力的行动上 又证明对阿良的爱 他更是在日常的各种行为上 都不断的在表达这份爱意 像是比起自己他更在乎别人批评阿良 即使今天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家人 又或是那两个女警大姐头小挺 很耐蓄止 他才不管会不会破坏家中和谐 也不管自己会不会被女警们集体排挤 他都会选择毫不退缩的生气制止他们 还有在女警看阿良的报纸站中 他第一时间也是选择帮助阿良 当阿良拿到了花山底箱 下过古的相机需要拍女警泳装照时 当所有女警都不愿意相信阿良的时候 也只有他愿意不过问原因 直接站出来给阿良拍照 只可惜花山知道小爱是男的 所以反而让阿良更惨就是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 在动画第214集中 阿良在被地址成功改造后 导致原本的野心上 是不像从前那样 能在众人遇到危机时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的时候 小爱也是直接抓着阿良说 现在的阿良哥已经不是我的阿良哥了 不要我不要 现在这样的阿良哥 我讨厌你 对没错 从这我们就能知道 小爱早就已经不只是因为阿良的长相才喜欢阿良 而是喜欢他那最原本的个性 且虽然小爱很爱阿良 还是那种爱到如果阿良对其他女性 有好感都会吃醋到暴打阿良一顿的那种 但小爱却也没有因此限制阿良绑住阿良 当阿良找到了真正喜欢的女性 想要结婚的女性时 小爱都能在确认对方 也是真情真义的喜欢阿良 并有能力在阿良遇到危机时保护阿良的情况下 贪婪的放手让阿良去追求幸福 因为比起自己的一厢情愿 他更在乎的是阿良的幸福 至于阿良对小爱的感情 一直以来都处于模糊地带 阿良本身很喜欢小爱 也觉得他很适合自己 但因为身体上不能接受小爱的性别是男性 他甚至好几次在拒绝小爱的时候 都还会替小爱担心 就生怕自己说得太过分 导致小爱想不开 这其实也间接说明了 阿良一直对小爱都保有着一定的感情 那说完小爱对阿良的感情 接着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小爱的马里一家吧 马里丸小爱的父亲 也是帆多罗权的创始人 虽然旗下弟子无数弹家中的两个小孩 都不想继承拳法 原因是太丢脸了 那别看平常留着一撮瓜料 就会招来不幸的胡子的马里丸 总是在那搬弄着如同小孩打架搬的拳法好像很弱一样 实际上马里丸的武术实力应该是远比小爱还要厉害 这点则是从他出生场和小爱打得难分难舍 却又表示有实力用无力带走小爱来做推断 且小爱的武术会有如此造诣 也都是他成为了让小爱继承自家拳法 让小爱精通各种武术的原因 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小爱不仅不想继承 最后还从儿子变成女儿 那虽然马里丸很强 但马里一家的战地巅峰还不是他 而是接下来这位马里新日子 小爱和小领的母亲年仅36岁 会爱上马里丸主要是因为曾经被他救过 然后就一见钟情 甚至还不顾家人的反对直接飞去纽约结婚 并在16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小爱 以及小领最后逼不得已家人才认同他们 平常的工作是美食研究家 兴趣则是插花插到还有无数以及赛车 那虽然他仍长得非常漂亮 但缺点就是太过洁癖 动画中他就连庭院的大石头移动了一公分也无法接受 漫画中他甚至在家中装设的脏污感应器 连一毫米的灰尘都不放过 阿良要进到他们家还必须先洗澡换衣服才能进屋 那刚才也说了马里一家的战地巅峰就是今日子 今日子的无数才能是天才等级 曾经马里丸只是为了让他防身才教了他一点武术 结果他练得竟然比马里丸还要厉害 就连面对阿良和马里丸联手都不太好打的高手 他也能一拳秒杀 只可惜因为他的剧情不多 所以他的战力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难以估计 马里丸小爱的双胞胎妹妹 动画中小爱真心的基础都是参考妹妹的样子 就连声音也是模仿小令 虽然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中 小爱和小令的关系看起来都不是很好 但其实小爱一直都很疼小令 还是常当他的气声去拍电影漫画 甚至还有他和小爱互换身份 并在派出所之前一个礼拜的场面 小令因为从小就是明星 因此性格非常大排 在派出所中就连所长他都不放在眼里 战力部分 单论空手战的话他略输小爱一筹 但漫画中小爱有明确表示 小令因为拍电影的关系 学了很多武器方面的武术 所以如果要比武器的话 小爱也远远逊于小令 那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 小令都爱上了波尔波 与动画不同的是 最终小令和朱棣成为朋友后 达到共识 决定将波尔波一人一半 一天24小时12小时 是朱棣的12小时是小令的 也因此波尔波就必须要每天坐飞机往返东京香港 这趟路程只要3个小时 比所长每天通勤5个小时还来得快呢 只是后来小令跑去巴西拍外景一个月 所以通勤时间变成24个小时 这或许也就是同时能被两大美女喜欢的代价吧 接着来说说小爱的战力部分 小爱的战力一直以来都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强度 像是一脚踹断塔斯启动机 让其扎烂犯罪集团的直升机 又或是徒手拔起树根直接朝直升机丢去 但论蛮力的话 小爱甚至比阿良还猛 且因为身材瘦小 速度方面也跟怪物一样 暴击状态的玛丽艾还曾为了救阿良 让一个坏人小弟体验了2秒内被招呼16拳两脚的感受 我只能说这段动画真低细节 我还是特地放到了0.1倍数 才能看得清楚这死尸级的2秒 且玛丽艾不单单是蛮力大 速度快 她的射击技巧更是被动画主默默的给捧了上来 这点在我的波罗波人物之中就有提到 没看过的人请点击右上角资讯卡 那说到这小爱基本已经算是全能 如果要做个排名的话 或许排个前三也行 但别忘了这些都算是在她的暴击状态 若单看常规战力的话 小爱的实力大概是高于波波迅于左剑士 这点则是从她和小领的对决中推估 小爱和小领对但小爱之比小领略胜一筹 而小领的实力和朱棣则是旗鼓相当 而朱棣又会被左剑士秒杀 所以如果是单论一般情况下 左剑士应该是不会输给小爱 且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小爱不仅放弃了泰拳许久 更是把以前训练的肌肉都消除后的样子 小爱自己也说过现在的实力早就大步如前 那这样的她面对一直都有在训练的左剑士 要说能打赢左剑士嘛 我认为是说不过去啦 那战力部分之后还会有一支总排行影片 到时候我们再来好好推估各个教设真正的实力高低吧 那最后就来说说各位最在意的漫画中 小爱变成真正女性后的样子 这段剧情是在台版漫画第61卷 当时因为漫画中才有登场的女角机就早死向阿良求婚 且在得知阿良没有拒绝后 小爱就去找了阿良理论 阿良却表示因为她是男生所以没办法和她结婚 最终小爱伤心的消失了两个礼拜 然后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真正的女性 其原因就是她跑去找了天罚老头的帮忙 不用通过手术就能变成真正的女性 只是在变成真正的女性后 小爱开始有了改变 开始会对阿良捶毛球 吃以前不会在乎的缺点也一一在乎了起来 她甚至开始对中川有了好感 这也让阿良开始怀念以前的小爱 的确这时的小爱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毫无挑剔的喜欢阿良 但小爱依旧是爱着阿良这点也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之后她甚至还为了和早死争夺阿良去和早死比赛自己从没碰过 但却是早死擅长的射箭 当然比赛最后是小爱输了 但早死也没有因此争取占有阿良的权利 反而是两人看见阿良贪财的德行后还在互相推脱呢 那漫画这段其实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的 毕竟跨性别人这个属性就是小爱的其中以向招牌 突然就这样拿掉了反而又懂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而且变成真正的女人后 阿良也没有因此爱上小爱和她结婚 那我个人认为这段这样不仅就变得非常多余 更是因此让小爱丧失特色 因为本来小爱那跨性别的爱就是她最大的特色 不管是遇到怎样的女角 她都能毫不退缩的展现爱意 那才是我们所知道的小爱 结果这样搞不仅没让感情有多大的进展 反而让小爱对阿良那无穷无尽的爱有了些许的破绽 所以就算漫画后段小爱戏分被删到近乎神隐的程度 我也不太意外 毕竟从变成真正女性的那个瞬间 小爱几乎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喜欢阿良的女角而已 所以在我眼中动画中的玛丽爱才是真正的玛丽爱 好啦那以上就是玛丽爱的角色历程 回头看上去这次的人物自有一半好像都是在说小爱对阿良的感情 但这也没办法 毕竟小爱这位角色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阿良 且他也是唯一一个从登场到结尾都持续在喜欢阿良的人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在动画中的表现多过漫画 因为动画直到最后都没有让小爱像漫画那样完全变性 且动画对不少剧情都有做些许改变 再加上有动作有声音 更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小爱对阿良那跨性别的感情有多么伟大 要知道在乌龙派出所刚开播的年代 同性恋在台湾是很常被歧视的 更不用说在更早开播的日本 但小爱的人气却一直都维持稳定且不分男女老少 相信这部仅仅是因为他长得美和贤惠持家 更是他那对阿良无尽的爱 仅仅是透过动画就能传达到每个观众的心中 相信各位去路上问有看过乌龙派出所的人 想到马里爱他会想到什么 第一个瞬间通常是他是男的 然后下一秒肯定就是他喜欢阿良 虽然我个人最喜欢的角色不是小爱 但他绝对是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跨性别人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说真的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以前 我还蛮意外竟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小爱 毕竟他不管是在动画还是漫画中 戏份都不算多 但敲完他的人物质的人竟然比其他女角还多 甚至是比女主角例子还要更多 这点真的是还蛮让我惊讶的啦 那既然是各位敲完了 就还请帮忙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出去 我是首当国门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